这天深夜 小王正在公寓里练习吉他 这时一阵激烈的敲门声 打乱了小王的练习 开面一看 原来是隔壁邻居水川太太 水川表示 小王凌晨还不睡觉 还在不停地制造噪音 实在是讨厌 不仅如此 水川还吵醒小王 说小王就是一个底层宅男 并且嘲笑小王 从来没有喝过鲍鱼汁 还让小王跪下道歉 面对强势的邻居太太 小王只能默默不语 下跪道歉 看着小王跪在自己面前 水川非常得意 还不停地数落小王 在这一刻 小王的内心 有了一股要爆发出来的愤怒 回到屋里 小王为了发现心中的怒火 就打开了电脑 搜索附近的按摩风俗店 准备放松一下 第二天一早 水川和往常一样 为丈夫阿俊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期间 阿俊让水川工作不要太累 每天都凌晨回家 对皮肤不好 这时 阿俊突然看到了 水川刚刚买的手提包 一看品牌 居然是珍藏版的 要价五个亿 水川则表示 自己最近送外卖比较勤快 让阿俊不要多想 阿俊听后 就匆匆地出门上班 看着阿俊出门离开 水川案自庆姓阿俊没有多问 自己卖鲍鱼的秘密 没有被发现 另外一边 小王也准备出门 前往逾越的风俗按摩店 缓解压力 看着水川的住所 小王内心的怒火 又一次汹汹燃起 于是 小王很快就来到风俗店 准备发现怒火 可就在看到服务员的那一刻 小王顿时惊呆了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让自己怒火中烧的邻居太太水川 于是 小王就把几十亿的怒火 瞬间向水川喷发而去 深夜 水川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 他没有想到 居然在工作场所 遇见了小王 而小王猛烈的力道 也让水川明白了 这个年轻人 不好惹 第二天一早 水川接到了小王的电话 小王表示 希望水川马上前来 上门服务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把一切都告诉阿俊 水川听后 为了家庭的和谐 只能答应了小王的要求 几分钟后 水川来到小王的屋里 之所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面对小王的各种屋里要求 水川只能免单服务 默默奉献 渐渐的 小王也开始变本加厉 每当深夜来临 小王总会打电话给水川 要求提供按摩服务 为了增加运动的 刺激性和乐趣 小王还会带着道具 来找水川 每一次 水川为了让小王保守秘密 也越陷越深 与小王开启深入互动 就这样 一位外表贤惠的人妻太太 在得罪了邻居小伙之后 居然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 对我来买的 很快 还能和责程 对我来买的 宝宝 我们在前面 并不会